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做奥利奥可可酥粒面包球 这款小面包在和面的时候加入了奥利奥饼干粉 第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巧克力酥粒 中间是两层入口计划的纯香巧克力奶油 表面装饰香甜可口的白巧克力酱 再配上一块酥脆的迷你奥利奥饼干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一种享受 咱们一起来做吧! 奥利奥饼干去掉中间夹心18克打成粉末 倒在小碗中备用 揉面缸中倒入高筋面粉350克 可可粉20克 奥利奥饼干粉18克 白糖60克 盐4克 耐高糖酵母4克 淡奶油140克 我用的就是这种脂肪含量33%的淡奶油 我喜欢用淡奶油来代替黄油 因为黄油通常是在揉面揉到可以拉出粗膜的时候加入 因此在揉面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检查面的状态 如果用淡奶油来代替黄油 在一开始加入就可以了 再倒入155克的牛奶 今天我们来用厨师机揉面 大概揉了35-40分钟 已经达到了面光盆光 我们停下来检查一下面团的状态 取一小块面团下来 将面团撑开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撑出比较坚韧的薄膜了 用手指戳一个洞 可以看到洞的边缘非常的光滑 这个就是手套膜 说明面团已经揉到完全扩展阶段了 面团只有揉到完全扩展阶段 做出来的面包才会轩拉丝 放置几天都不会硬 我们将面团滚圆放回揉面缸 盖上保鲜膜进行第一次发酵 我将面团放入烤箱 打开灯24度进行第一次发酵 第一次发酵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来制作可可酥粒 大碗中倒入25克的低筋面粉 18克的糖 12克的可可粉和18克的黄油 然后用手将所有材料反复搓揉 直到搓成这种小颗粒状 可可酥粒就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酥粒如果做多了 可以放入冰箱冷冻长期保存 一个小时之后 面团完成了第一次发酵 检查面团是否发好有两个方法 一是看面团的体积是否是原来的两倍大 二是手指粘面粉 在面团的中间戳一个洞 如果洞口不回缩 不塌陷就是发好了 将面团取出 称一下重量 一共是730克 将面团按压排气 然后将面团等分成15份 每一份大概48克左右 将15份小面团盖上保鲜膜 防止变干 取一个小面团 像我这样 简单的揉几下 给面团排气 然后将面团滚圆 将背面不平整的地方捏平 收口朝下继续滚圆 最后形成这样表面光滑的 球形就可以了 剩下所有的面团 都按同样的方法处理 在面团的表面 喷上一层清水 拿起一个面团 在可可酥粒里面 均匀的蘸一下 让面团的表面 沾满可可酥粒 然后将其放在铺好油纸的烤盘中 剩下所有的面团 都按同样的方法处理 盖上保鲜膜 就可以进行第二次发酵了 我开启了烤箱的发酵功能 进行第二次发酵 旁边可以放上一盆热水 增加湿度 第二次发酵 我用了50分钟 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来制作巧克力奶油 大碗中倒入180克的淡奶油 15克的糖 以及10克的可可粉 然后将淡奶油打发 裱花袋前方剪一个小口 今天用的就是这种最普通的8尺的裱花嘴 将裱花嘴放入裱花袋 从口中挤出 准备一个杯子 将裱花袋套在杯子上 再将打好的奶油装入裱花袋中 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小碗中倒入50克的白巧克力 将其隔水融化 为了保持巧克力的融化状态 可以一直将小碗放入热水中 50分钟之后 面团完成了第二次发酵 体积增加了1.5倍 将面包坯子放入 事先预热好的烤箱 350华氏烤12分钟 面包烤好了 整个屋子都飘满了浓郁的巧克力味 将面包放在烤架上放凉 拿起一个面包 从中间切开 不要切断 剩下所有的面包 都按同样的方法处理 打开一个面包 在中间挤上奶油 由于切口比较深 我们挤两层奶油 底下的一层 就是直直的一条 上面的一层挤出波浪的形状 我们把剩下所有的面包 都按同样的方法挤上奶油 再在面包的上面来回的 挤几条融化了的白巧克力 一是使面包看起来更加漂亮 二是在浓郁的可可味道基础之上 增加一些香甜味 最后就是在奶油的中间 斜着装饰一块迷你奥利奥饼干 奥利奥可可苏利小面包就做好了 这款面包虽然制作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味道超级的惊艳 绝对值得一试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